歡迎收看今天的產業勁爆 我是唐傑安 馬上帶您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楊大產業走出谷底十月 P&I連四月擴張 創三十三個月新高 大同今天渴望推派林文苑任董作 正式進入市場派接管時代 聯發科長線題材將啟動 外資目標喊價近八字頭 一年商計八十八億元 超商雙雄供精品巧克力市場 來關心台股 美國總統大選將在明天進行 台股今天觀望氣氛濃厚 儘管聯發科聯電分別在上週五 上週六釋出營運加硬 但獲利了結賣押出籠 股價紛紛重挫下跌 壓抑大盤一度跌超過六十點 失守一萬兩千五百點 盤面由傳產相關概念股稱盤 指數面臨一萬兩千五百點保衛戰 針對美國大選投顧分析 川普勝選有利股市短多 不過臺灣成為中美角力焦點 臺股難免受地緣政治影響 提供給您參考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財經一百秒 歐洲重啟大規模封鎖措施 加劇了對需求前景的隱憂 國際油價星期一一度下挫百分之六 並跌至五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華為傳出準備在上海自力研發去美化晶片 財經專家謝金河刊文指出 半導體卡在設備難度會升高很多 他表示這兩年華為的5G進展也變慢了 最近提供5G小型基地台設備的經信通信 中國鐵塔股價都大跌 看起來華為的逆襲沒有那麼順遂 福斯財經網引述匿名銀行家說法 指貝佐斯正在考慮收購CNN 以增加其媒體業務組合 貝佐斯在2013年時滿下華盛頓郵保 勞動部二號公布最新減班休息統計 實施加速六百八十五加 人數一萬三千三百零三人 勞動部說今年下半年 若已月觀察實施人數已逐月下降 勞動部長許明春二號表示 考量每期五薪價仍破萬人 因此將補助延長到明年六月 每人領取上限 放寬為十二個月 每月最高可領一點一萬元 新唐人亞特電視整理報導 台灣重要景氣指標之一的中金院 採購經理人指數週一公布 十月的PMI維持擴張 更是創下二零一八年二月以來 最快的上揚速度 是二零一八年二月以來 最快的擴張速度 景氣不斷傳出好消息 中華經濟研究院公布十月份 採購經理人指數非製造業 NMI百分之五十三點四 連續五個月呈現擴張 製造業PMI更是強勁 不光連續五個月走生 指數百分之五十九點三 更是創下二零一八年二月以來 最亮眼數據 最主要就是因為前波受到 疫情影響比較嚴重的 電力劑機械設備產業 還有基礎原物料產業 已經走出谷底 那原物料的報價也非常 另外的話訂單回流 PMI組成數據當中 製造業的新增訂單 生產及人力雇用呈現擴張 整體而言製造業 對未來六個月展望甚深樂觀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台幣走強 也影響機械業者廠商出口獲利 成為央行難題 10月3號美國總統大選 共和黨民主黨候選人川普拜登對決 更與台灣息息相關 現在看起來其實還蠻膠著的 如果說應該大家一起 10月3號是不可能有結果 那這次通信投票又特別多 那這一些的話 都會造成未來不確定性 那如果這個不確定性 時間拉得很長 可能對金融市場 就會比較加大動盪 那我們台灣一向跟美股的聯動 還有這個外匯市場 跟他們也都有非常緊密的關係 那這個都我們要密切觀察 美國總統大選 歐美疫情發展 多個國家重啟封禁管制等 不確定性因素 依舊牽動台灣製造業景器 廠商對後續看法分歧 台灣學者也是密切關注 現在電視 胡宗漢 沈偉彤 臺灣台北報導 帶您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 財經報紙信息 彭博社英國政府提供倫敦 交通局二十三億美元紓困金 金融時報 疫情惡化 英國首相強聲宣布 第二次封城 華爾街日報 Inspire Brand以八十八億收購 Dunkin Brand成為美國連鎖餐廳界 近十年來第二大併購案 日本產經新聞 旅客量大將全日控與樂陶航空 啟動貨物聯運 以改善營運收益 近年來環保醫師抬頭免洗餐具的禁用 也逐漸擴大 如何減速是各國關注的議題 業者林立真是臺灣前三大蛋糕配件製造商之一 花費了八年的時間將傳統塑膠業 轉型減速發展 現在更朝向零速可分解的產品研發 並且通過國家食品級的標準 鎖定高端市場以黑色配件為主 拿下臺灣超過六成的訂單 接下來的新聞專題帶您瞭解 在四十五歲創業的林立真 是如何透過獨到的黑色美學站穩市場 每一支吸管配方的筆重怎麼去抓 留著黑色捲法 戴著黑色方形眼鏡 散發幹練氣質 她是老字號烘焙包裝材料公司負責人林立真 量測記錄蛋糕配件的重量 是她每天的例行功課 也是研發創意的關鍵密碼 現在餡料都很多 那有的是甚至奶油會比較多 所以開發成差少的樣子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會濕力 那著力點的話會在這個凹槽這裡 那如果我們要做這一條加強結構的話 可能你用力過大它就會斷掉了 林立真還為筆直的握柄 設計出符合人體工學的流線型 原本從事會計工作的林立真 八年前從親戚手中接下 已有三十多年的烘焙包裝材料工廠 林立真放棄穩定收入 毅然決然投入陌生領域 只為了換取更多 陪伴孩子的時間 那我轉手來接這個公司的時候 小孩子都笑我說一個好好的會計 可以月領四萬多 輕輕鬆鬆的不做 為什麼要投入這個自己創業 我說我是為了你們 我如果做得起來的話 以後你們可以接班 你們以後不用擔心失業 或是找不到工作的問題 林立真還得面對 周圍的質疑聲 45歲才創業 其實大家都會給我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說你怎麼敢這麼去做 我就以賭的層面巨大去把它做下去 可是當我一做下去的時候 我就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我只能繼續做 那怎麼把它做到最好 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接手後的第二年 林立真鎖定高端市場 成立新公司 以黑色蛋糕配件為主要研發 在台灣拿下超過六成的市占率 是全台前三大的製造商 對於美的話 它會吸收比較多一些 比男性不同的看法 會比男性在做這方面 還來得有優勢 那感覺真的沒辦法去形容 不像有些人很小時候看 覺得父母親很辛苦幹嘛 但是有時候你是自己參與心中 然後到今天這一步 有時候你看著 有時候也不會去形容那感覺 當自己去有這個 在這個位置上才會去體會到那個感覺 設計系畢業的李嘉義 加入母親林立真團隊 藉由所學為傳統製造廠 注入新的想法與元素 擴大蛋糕桌邊配件 開發獨具特色的金屬七蠟燭等派對商品 拿下台灣中國大陸的發明專利 我們不僅僅只能做餐具 我們什麼東西都可以做 只要你是成型的純植物基底 這些菜也有 我會去把它慢慢成長起來 然後進一步去使我的客戶 去汰換掉 去減少使用食化產品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不只替那個烘培業的 所有接觸食品 我有做到的東西去加分 然後甚至還是最好的綠葉 但您看到明天十一月三號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 美國九月工廠訂單 耐久才訂單 十月新車銷售 澳洲央行公布利率決議 瑞譽線上訪說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產業勁爆 我是唐傑安 我們明天再見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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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